因为人体这个生理规律 你要逆着它来 你要硬往回搬 那早晚这大自然会给你抱怨 所以我们说阳台素 这个神话破灭 告诉大家一个简单道理 人体的生理规律 你很难用现代的科技硬往回搬 你从治疗角度来说 说治一些病什么的 病变 这可能会有些作用 但是要完全违背人的生理规律 让你逆生长 这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从这个事上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另一方面 就是现在很多中国消费者 被坑害的领域 就所谓的医疗旅游 你要去瑞士美容 打阳台素 这是现在高端人士 这么玩的 可是普通老百姓 也能参与医疗旅游 这医疗旅游 现在比较常见的几种 比方说到台湾地区去体检 到日本去体检 到美国是治疗什么癌症之类的 还有的更为常见的 到韩国整容 跑到韩国去说 既溜达玩了又进行整容 这一趟你还进玩了 还同时让自己变漂亮了 很有诱惑力 韩国的整容机构 也在中国大肆 经过调查发现 韩国整容业 泥沙居下 啥样都有 因为利润太大了 我们是2014年的2月11号回国 28号发现了 那个医生跟我说 你看全骨不对称 下额脚怎么结成这样 下额也是歪的 鼻子夹体也是歪的 鼻唇勾电骨还是个斜的 就不对称的 现在大概我看了 有40多个大夫 他给我的意见就是 你的手术很糟糕 也很多都是没有必要 就是在练手 而且现在不断有韩国的 不怎么递 这大夫跑中国来 韩国名医来给你做整容 其实在韩国 很可能他连行医资格都没有 而且针对中国人利润 比方说韩国人做一粒手术 假如说一千块钱 到中国人来就要一万 就就地起价翻十倍 没有理由 就是中国人钱好挣 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 为什么他对韩国本国的人 你看价还低 服太多好 反而对中国人他敢宰 伪造自治 就地涨价 鱼目混珠 韩国整容业乱象横生 中国消费者富含整容 医疗事故 屡屡被曝出 整容失败 他们在维权路上 遭遇了怎样的泪与痛 去警察局投诉 他就拿了那么厚一达的资料 跟我说 他姑娘趁着你这张脸 还能看你回家吧 美梦破灭 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爱美无罪 但你也得悠着点 是资料